《唐朝由盛到衰》 都讲到了 没有一本讲清楚的 这就是教科书 我们既然是断代史 我们可以比较细一点来说 所以这里由盛转衰的标志 是安始之乱 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安始之乱 这个教科书讲了几点 我看这个我也看不清楚 首先是政治腐败 怎么腐败呢 因为有杨贵妃 然后是因为街渡史专权 为什么会街渡史专权 没说 因为街渡史很多 权很大 第三个是辅兵制瓦解 辅兵制瓦解 我前两次的课已经讲过了 辅兵制的瓦解 实际上核心问题是军填制的瓦解 所以我看了半天 我也看不清楚 我们不说这个很深层的原因 经济层面的原因 前两节课已经说了 我说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 原来是一个把整个社会 把它固定化 静止来管理 那么国家给你一块地 你向国家交租 其中一部分人点为辅兵 国家的固定的军人 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个破坏掉了 国有土地制度破坏 建立在这个制度之上 税收制度破坏了 辅兵制度破坏了 所以必须用新的制度去取代它 这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 用什么样的新的制度去取代它 我就觉得 唐玄宗是很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人 唐玄宗他上台历经图治 我列了所谓的姚虫十条 这个十条我就说了 可能不是姚虫提的一个完整的政纲 但是那个时候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主要是整顿励志 所以他是通过整顿励志 历经图治来恢复唐朝社会 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个如何适应社会转型的制度建设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的缺失 所以当时候唐朝面临的问题 我们今天其实也面临的 所以唐使对我们今天有特别大的借鉴意义 你看我们也是从一个人民公社的国有制度 在向现在的市场经济转变 这转变过程中 你国家的一整套的制度建设要跟上去 要同步跟上去 不能头痛 胰头 脚痛 胰脚 都是临时性的措施 唐朝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它都采用了临时性的措施 因此我们先来看 安始之乱爆发一些表面的问题 所以表面的问题 第一个我就说唐玄宗成功是从人事的整顿成功 失败也是从人事失败开始的 所以第一个还是一个人事的问题 他成功 我说人事成功是因为他坚守一个制度 严守制度 那么这个严守制度 从他当皇帝一直大概到开元后期 有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 我们看唐玄宗任用的宰相 一个一个宰相都是非常接触的 非常好的宰相 我说标志性的是张九龄 上一次我们没有讲完的张九龄 张九龄就是一再坚持 必须按制度办事 不能超越制度 不能因为你有权当权者 你用权来破坏制度 超越制度 凌驾于制度之上 这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一直要深思的问题 我们在推进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想到要集权 用权力来推进 用行政权力来推进 它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朝什么方向去推 因为你把权力抓在手上 你不完全按照制度 你可以越过制度 你推进它可以发挥出它的效率 我们曾经也提了一个口号 是吧 红灯不能走 红灯我们就绕着走 黄灯我们就闯过去 那绿灯就不用说了 这些都是在告诉你 怎么去规避这个制度 为了达到最高的效率 可是这种事情 基本上是不能干的 虽然按制度办 效率会低一点 但是它很重要 它有法可依 你要依法治国 特别是治国 无论对官 对老百姓也好 教他违法乱级 教他以权谋私 教他利益最大化 教他损人利己 这些事情是不需要教的 几乎是每个人都天生就会的 基本上所谓动物本能的事情 国家不能去倡导这个 国家反而是应该倡导什么呢 要依法办事 要遵纪守法 要有道德 要有理想 你说了半天 他还做不到 更不要说你告诉他 不要这么做 你就怎么能挣钱 你就怎么挣 整个道德全破坏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要考虑 中国历史一再提示我们 今天我们也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这两者 你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你不能把平衡点放得太公平 那么问题来了 效率太差 社会不进步 效率太高 太不公平 贫富悬殊 各种社会矛盾激化 最后会导致一个 整个国家崩溃 所以唐朝其实就遇到这问题 我说两个 一个是社会转型 第二个是制度 那么我们看 张九龄下台 他遇到的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说牛仙客的问题 是吧 牛仙客是一个不错的 接度使 军队的 应该是相当于 今天的大驱司令 做得不错 那么不错 玄宗想表彰他 就让他到中央来当 当大官 先是想给他当兵部上书 那么就是一个 相当于国防部长 张九龄不同意 张九龄说这不行 用人有一套用人的制度 有一套规则要走 第二个 牛仙客他不懂字 不识字 所以不能用 最后争论 争到一个核心的问题 是什么呢 官能不能当作一种财产 财物来赏赐 就涉及到非常核心的问题 官是什么 官是一个管理的职位 官不是一个作威作福 在那里捞钱捞财的地方 唐玄宗面子下不来 他在这件事上 他把张九龄给清除了 清除以后 张九龄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就是开源末期 政治走向人质的标志 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 我们读历史 不要老是去看那些轰轰烈烈的 大砍大杀的战争场面 也不要整天去关注 皇上跟媳妇调情的那种 绯闻事件 这些都不重要 反而是这样的 你不注意 不留神就跑过去的事情 它背后潜藏的意义非常大 张九龄的问题 说的就是从一个法治 向人治的过渡 这是开源后期最大的问题 人治 这人治的最主要的代表 就是李林辅的出现 所有的书把李林辅骂得一塌糊涂 哪一本都是 这个随便哪一本 把李林辅大骂一顿 骂人不解决问题 历史不能去研究 什么中间这些 把精力都放在那里 这是一个道德判断的问题 历史学首先要告诉你 真相是怎么回事 这个历史是怎么演变过去的 你明白了这一点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中间是非判断 而不是历史学家在那边口莫事件的 在那大骂李林辅 骂了有什么用呢 骂了李林辅是监事宗 关我们今天什么事呢 这已经死了 已经是叫做什么 种中白骨 其实李林辅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在唐朝宰相里面 以行政能力来说 也是属得上号的人物 他的出生是皇祖 是李渊的这一支的 就是唐高祖这一支的子孙 论辈分 他比玄宗还要高一倍 可是他因为离玄宗很远 是算远亲 所以是自己通过自己的本事 从基层小官做起 一步一步提上来 提上来以后 他特别能揣摩玄宗的心态 玄宗什么心态呢 玄宗是一个有为 而且是大有成就的皇帝 这两点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从武则田以后的混乱的局面 他拨乱反正 把唐朝推向鼎盛 所以你不能不说 他是一个有为 而且是大有成就的皇帝 这二十多年来 在他治理下面 国家蒸蒸日上 你说你处在那个位置 你换个位置 想 他肯定也是非常高兴 对自己的统治的业绩 也是很满意的 是吧 老百姓安居乐业 我们看到圣堂 圣堂我们有时间 我们可以去介绍的诗歌文化艺术 对吧 舞蹈绘画各个方面 都达到一种辉煌的境界 这个圣堂的辉煌 圣堂给老百姓带来的自豪感 其实我们今天还没达到 我们今天最多只是把腰包称大了一点 GDP上去了一点 我们还没做到一种文化的大繁荣 一种赢得全世界的尊敬 成为世界的中心帝国 构建整个国际体系 这些事我们都还没有 我们刚刚开的六中全会在讲文化大繁荣 开始在做文化的事 而玄宗他已经做的事 他这个时候是圣堂 是达到这么一种地步 是一个世界中心 所以他的地位就相当于 今天美国这样的 他领导世界 所以他觉得很自豪 很自得 而这二十几年来 对这么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 每个人都肃然起敬 所以肃然起敬 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之中 他自己也飘飘然 所以我说非常可惜的 其实这只是唐朝的开始 并不是说一达到鼎盛就要衰落 但是处理的不好 问题就来了 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贫富悬殊已经出现 我们读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诗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 谁写的 杜甫 时间就是这个时候 圣堂写的 所以这个富裕的程度 富裕到那些富的人 钱都不知道怎么花 当然也有一些穷人 所以有很多社会的矛盾 要去解决他 可惜我觉得玄宗这个人 和唐太宗比 还是不如他 我觉得玄宗要评价他 可以用三个字 极大成的皇帝 但是他不是一个开创型的皇帝 而唐太宗是一个开创型的皇帝 他时时刻刻想的是怎么去开创未来 玄宗是把人家已经做过的好的政策 充分发挥效率 所以他极大成 在这个重要的转型的历史关头 他没能把握住去推进制度的建设 他反而从这件事走向了仁治 他觉得他做的都是对的 你们应该听我的 仁治他做二十几年的皇帝 做的也挺累的 这个时候刚刚天的 宫中新天的一个杨贵妃 年纪也大了 这时候玄宗五十几岁了 你们要有时候从一些年龄 你们仔细去考虑 一个五十几岁的老皇帝 跟一个二十几岁的杨贵妃 新婚 刚刚非常蜜月的时候 觉得这些天下太平 没什么大事可以处理的 是不需要那么勤劳了 很多事交给李林府去办 因为李林府很能干 而且李林府很会揣摩玄宗的心意 他办的事玄宗特别满意 所以这一事交给李林府去做就行了 那么他也可以赢得一点时间 不要从早上朝到晚上不停的披公文 他才有时间和杨贵妃泡泡温泉 过点轻松一点的日子 这么一点轻松的日子 是不是一顶帽子马上就可以戴上去 说腐败 我看还不至于 还没到那个程度 腐败啊腐坏啊 我们这个骂他 很多帽子都戴上去了 我看还没到那个程度 但是他确实厌倦 所以一个是倦 倦就必然生待 这是玄宗不是李林府 倦待 所以他曾经和高丽氏有一段对话 他跟高丽氏说 我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出长安了 可是天下依然太平无事 所以我想把这个国家大政交给李林府来办 高丽氏当时就反对 说不行皇上 这个权不能随便借给别人 万一李林府权势大了 谁能制约得了他 高丽氏才这么一说 玄宗就不高兴 脸一沉 高丽氏一看 不对 赶快趴在地上磕头 说我发狂颠了 我乱讲 请你饶了我 我罪该万死 所以当我们读过历史 我们千万不要人银亦云 不要跟着人家骂 你们如果去读唐诗 李林府的传职的读 杨国宗的传职的读 高丽氏的传也值得读 高丽氏是对唐朝最终的人 高丽氏是背负极大的骂名 但是每次关键时刻 高丽氏做了很多正确的决定 不像后面的宦官 可是后来大家把唐朝 由盛网衰都要找几只替罪羊 中国的历史 中国有很多没有见识的所谓的使家 都要去替王朝找一些替罪羊出来 找了一个杨贵妃红颜祸水 找了个李林府奸相 找了一个什么高丽氏 宦官 一推 事情完了 完了历史结束了 我们什么教训 什么经验都没有得到 所以我们依然在重复历史 我们认为就是有几个奸称 蒙蔽了皇上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倦怠产生 这是表明玄宗当时的形态 李林府充分利用这一点 所以李林府 他也有他的私心在里面 他知道唐朝发展到这种程度 需要有专门的人 有高度治国能力的人来治理国家 这个人他认为就是他自己 有了我不需要别人了 别人只要有一些办事人就可以了 那么我想长期当下去 就不要让竞争者出来 不要再有人来跟我竞争了 我足够治理的 他确实他当宰相 当了十几年的宰相 他是治理的挺好的 所以他觉得我够了 怎么杜绝别人上来 他两个手段 第一个在他的前期 凡是有能力的 有声望的 他想办法 把他一个一个挤走 政治上的排挤 排挤让他纷纷出走 一个单位 这些动良的人 一个一个出走 这个单位的头一定是个坏蛋 这不用说的 不用多问的事情 所以我举个例子 唐朝宰相有个传统 出将录像 有一个玄宗很亲的兄弟 叫做李世之 这个人是带兵打过仗 军功也挺好的 也能办事 又是玄宗的兄弟 所以提上来当宰相 在李林府之上 可是这个人 因为他皇族出身 所以讲话比较随便 为人比较豪爽 比较大大咧咧的 小事不太关注 一般来说 抓大事的人 不会太小心眼 他就是一个 很不小心眼的人 所以李林府 就想办法 把他赶走 可是这是皇族 这是玄宗的兄弟 在设计去暗害他